美国时间的周二 市场在庆祝特朗普政府将推出的1万亿美元刺激政策 而导致美股反弹之际 可能不曾想到的是万亿美元对市场情绪的支撑作用 仅仅只有一天 周三美股开盘前 美股期货就触及了跌停线 之后美股低开在5%的跌幅左右徘徊之后 白宫是举行了记者会 特朗普总统宣布进一步的抗击疫情的政策 包括启动所谓的国防生产法案 来给予政府权力强制美国企业生产 包含医疗用品在内的国防物资 然而美股却在记者会期间是一路的下跌 并且在记者会结束之后再次的熔断 而这也是此轮下跌行情当中的第四次熔断 那么在暂停交易15分钟之后 大盘是继续的下挫 最多的时候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下挫了接近10% 一度抹去了自特朗普上任总统以来的全部涨幅 最后跌幅稍微的收窄 因为在尾盘有消息称 参议院是通过了一项法案 来保障美国民众的代薪休假和失业保险 这个消息是一定程度上的安抚了市场 但是道指仍然收跌6.3% 而标普500指数下跌接近5.2%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挫4.7% 那么为什么今天会再次出现熔断的暴跌行情呢 简单来说是两个原因 那么一是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 而第二呢是市场对白宫的救市政策仍然不满账 那先来说第一点 早盘的时候呢市场就有报道说啊 财政部长姆努钦呢是警告共和党议员 如果不通过特朗普提议的这个抗击疫情法案 那么美国的失业率可能会飙升到20% 那虽然之后姆努钦和特朗普都对20%的这个数据表达否认 但是显然这让市场更加担忧 疫情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来说到底会带来如何的影响 那除了失业率之外呢受疫情打击严重的产业 除了我们这几天频繁提到的航空公司之外呢 餐馆业和零售业的代表也都纷纷的正式向白宫写信要求救援 因此呢白宫到底能救多少 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糟糕呢 那么不确定信这四个字 让市场参与者们不敢在股市驻流 只想在此刻远离市场 那么第二呢很多人仍然觉得白宫目前做的远远不够 这就包括著名的投资人比尔·阿克曼 他就表示说特朗普政府呢应该封锁全国30天 这才是唯一拯救美国经济的选择 那他表示说呢美国的做法现在呢是慢慢的让人们恐慌 那么这样会导致企业们一个一个逐步的耗干现金储备 因此呢市场的确在期待政府方面出台更加激进的抗击疫情的措施 那么以上这两点呢是今天美股再次暴跌的基本面 但是最后呢我还想提到一个风险概念 这就是最近两天呢在华尔街上讨论的很多的一个观点 就是风险评价risk parity 那这指的是在投资基金当中啊配备不同的资产 将鸡蛋呢挣在不同的篮子里面 那包括股票债券美元指数天然气石油 还有黄金等等大宗商品 那么很多美国基金呢采取这样的对冲模式 因为在正常的这个市场当中啊 不同的这个类别的资产呢是此消彼涨的 那么当高风险的股市下跌的时候呢 资金就会涌入债券日元或者黄金账的安全资产 来使得整体的风险降低 然而呢这个风险评价的资产设置却在此次的行情当中失效了 我们看到股市美债石油黄金等多种资产类别呢 同时被抛售 这几个装鸡蛋的篮子呢同时被打翻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使得风险评价机制的对冲功能失效 甚至呢如果中间有高杠杆 那么更加容易引发市场大盘的暴涨和暴跌 但是呢无论如何最重要的还是根本问题 那就是说美国何时才能够最终的控制疫情 那么这才是平息这场金融风暴的关键 那么在此之前呢美股的过山车行情可能还将继续 大家要继续的系好安全带